好不容易可以踏进这家店 结果呢走进去呢 那个店员就说 诶那个我们现在店内是没有任何手表的哦 我说蛤什么意思 想要花钱想要买东西想买都买不到 嗨大家好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 我的生日礼物的开箱影片 然后呢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买了这个包包 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心路历程 因为我今年38岁了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就是我去年的工作 给自己设定的一些目标都有达到 所以呢我原本就有想好说 我今年要买一个好一点的礼物 犒赏自己这样 那我心中呢其实是原本是想要买手表的 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分享影片 你会发现说包包我可以接受的range蛮大 我只在乎它好不好看 或者是跟我的平常搭配啊风格符不符合 就是可能一两千块很平价包包我也会买 然后可能一两万块那种小众品牌包包我也会买 然后我原本呢给自己设定的是想要买一只手表 那可是呢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然后市场上热钱很多 然后再加上大家因为不能出国 然后所以可能就是都把国内的一些固存全部买光光 我到101然后想说哇天哪我就是好不容易 你知道活到38岁终于就是准备好可以踏进这家店 结果呢走进去呢 那个店员就还在门口在那边食联制跟量体温的时候 他就说哎那个先跟你们说一下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店内是没有任何手表的哦 我说哈什么意思 就我之前知道说就是最近热门的品牌的手表就是很缺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缺到店里是一只手表都没有 然后想说天哪就是现在是什么事件你知道吗 就是想要花钱想要买东西真的就是想买都买不到这样 一方面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实体我也不想要就是很冲动的 就是从二手的市场去买 然后再加上那个二手市场价格真的吵得太夸张了 然后我就觉得算算算 就想说好啦那买不到手表 就是去逛逛一些精品这样 然后呢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买的这个包好了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算是Mike补送我的圣诞节礼物 这个呢是我拥有的第五个Chanel包 然后其中有两个是那种小费包这样 我买的是他们很经典的Classic Plot 因为现在要拍就是大概再把它绑回去 就原本人家绑的是再更漂亮 那我这个是在新光三月A4买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买东西其实是一个蛮看感觉的 就是你刚好遇到的那个Sales 他有没有很认真的想要找出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我不认识任何Sales 我就是都直接走进去 然后看谁服务我就服务我这样 然后呢我那一天原本进去呢 就是看了好几个那种就是小的那种小费包 然后但是我那天逛了几个我都觉得好像不错 可是呢都没有到一个就是可以买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连小费包都好贵喔 连小费包都要破10万我真的就是有一点点要买不下去这样 我觉得Chanel包包老实说就蛮多都长得蛮像 他们其实就只是换个颜色差不多同样的形状跟logo嘛 然后我就随口问一下就 欸那你们Classic Flap有什么颜色 然后呢他就拿了这一个包包出来给我 然后我第一眼看到老实说 我有点犹豫 他第一眼拿出来的时候他放在桌上 其实他看起来蛮粉红色的 然后我想说天啊我才不要买一个粉红色的包价 可是呢我后来一拿起来我就觉得天啊这个颜色 好像有种欸 他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特别 他其实是有一点点算是粉金色 他的那个光泽啊是有一点点像那种珍珠母贝的 那种有点银亮银亮感 我就觉得这个包包怎么好像越看越好看 就是这个颜色越看越好看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他的最经典的Classic Flap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们这包包怎么变这么贵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去年看的时候 好像是二十三还多少 今年已经要二十六万九 我就觉得天啊这个包包这么贵 我真的是买不下去 你知道我那个当下就心中在那边一直怒喊 然后我真的觉得女人真的是非常善变 因为我那时候去信仪区的路上 麦你载我去嘛 然后那时候在车上还跟麦讲说 我就说现在就是一个包包要二十几万 我真的就是买不下去 然后麦就说可是因为Chanel 然后他之后也会变成像是Hermes的这种就是Quota的一个System 所以他的经典包款就是还是会一直涨一直涨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那你应该买一个 我就说可是我就觉得太贵啊买不下去 然后就一转头十五分钟后我就把它带回家 很多人可能买这种经典的包款都会比较想要选择就是 经典的黑色啊米色啊焦糖色什么这些的 为什么会买这个颜色我觉得第一当然是我第一眼看到我就很喜欢 我自己觉得它很适合我这样 然后第二是其实老实说我自己买精品 都不是未来要转卖它去赚钱 我都是属于一个我买了它我就是要用它就是要当下就是要享受它的心态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好像也不需要就是去纠结一定要去买那种基本色 因为如果是基本色的包包我就已经有了 我后来买这个包包我真的觉得我买对了 我那时候结账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 如果我回到家然后就是觉得这个颜色越看越就是太激烈了 我可不可以回来换别的颜色这样 然后他就说可以可是就是不一定可以换到我想要的颜色 因为他们包包也很缺 但是我回到家之后就是越看越喜欢 我觉得这个包包呢它可以从 我不知道它从几年因为历史我也没研究 但是至少也有个50年吧 到现在它的设计都完全没变 然后还可以长卖这么久 我还是如此的抢手 我就觉得一个经典的包款呢 真的是不会退流型这样 然后我妈说在他们那个年代 大概30年前 就是一个这个classic flap 只要大概六七万块 然后现在就是多了20万这样 这个呢是他们的classic flap 应该是23公分应该是 是配银色的金属扣 它的这个银色的扣呢 跟它的自己本身这个皮革的那个光泽感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搭配 因为我觉得它如果是配金扣的话 可能就又会太浮夸了一些 因为它这个皮革颜色本身就是一个蛮抢眼的颜色 然后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 基本上会有七个口袋 前面这边会有一个就是 这是可以放手机的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大的袋子 然后有两个是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啊 口红啊 然后这边呢 据说是给Chanel女士以前放情书的 但是现在应该是不会出现情书这件事情 然后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小口袋 就是可以放一些小铃钱啊 小钞票啊 或是什么的这样 我就是今年过年就是都有用它 当然没有像那个荔枝皮这么好照顾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还ok这样子 所以anyways 这个呢就是我买给自己的38岁生日礼物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另外这个呢也是Chanel的一个项链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他们今年1月才刚新上市的 Coco Crush的项链 最近就是这个项链广告打得非常大 就是你走到101外面的外墙啊 或是电视广告都会看到那个blackpink的jenny 就是戴这条项链 其实Coco Crush的东西 我之前就是看过很多次 然后我也去参加过他们活动 就我就觉得好像蛮漂亮的 可是我没有一个冲动 让我觉得说我一定要拥有它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滑instagram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他们这个campaign出来 放那个jenny的那个照片 然后我就觉得 这条项链怎么好像很美这样 就有一点点 你知道在我心中留下一个种子这样 那时候去101 就是我去看手表的那一天 然后我们就去逛了Chanel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这条项链 我就觉得好像是蛮适合我的 它其实呢就是你远看会很像它就是一颗单钻的项链 然后但是旁边有一个C 然后就是那个C上面就是那个Coco Crush 他们的那些菱格纹 Chanel经典的菱格纹这样子 它有白金黄金跟玫瑰金 那我买的是玫瑰金 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蛮喜欢玫瑰金 我觉得玫瑰金比较称我的肤色这样 通常我在买这种精品品牌的珠宝 我通常会买项链或者是戒指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其实很喜欢戴戒指 我平常习惯就是手上都会戴戒指 所以我觉得戒指对我来说反而是使用率最高的 那我通常不会买太贵的耳环 是因为耳环对我来说它比较像是一个stainment piece 穿搭衣服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在耳环上比较做多一点文章 就是我可能会带比较夸张的耳环啊什么的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没有这么贵的无夸款 如果我想要能够天天佩戴的话 我就会选择像这种比较细致的项链或是戒指 这个项链是一袋上就是让我觉得很行动 所以呢我后来就决定 好啦就是我的圣诞礼物就是它了 然后就叫我帮你去接照 他们的服务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的 很仔细的帮你介绍它不同的款式 很花时间让你去好好的搭配啊 然后试戴什么的 然后整个包装什么都觉得很细致 它的纸袋上面都有这个小小的那个金色的吊牌 然后呢每一条项链呢 它都还会附上一个就是他们小羊皮的这种一个小皮链 就是如果你旅行的时候要用 刚好就是买这条项链跟买这个包包都遇到 让我觉得非常满意的销售 然后他们都有花时间去帮助我找到就是我真的喜欢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闲话家常 真的必须是说现在的包包真的好贵喔 其实有就是走进去爱马仕 那我当然知道说爱马仕 现在那种比较热门的包是一定买不到 然后我就随口问一下sail 我说那你们现在店内有什么包这样 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一个那种电梯旁边 然后一小小墙 然后里面就放三个包包 他就说我们现在店内可以贩售包只有这三个 然后那三个就是那种很不热门的 然后我就说不对啊 你们正面这边就是墙面上有个十几个包这样 我说那这一些是怎么样 他就说这些也是客人借我们摆的 我就想说现在到底是有多困难 这两年的那个疫情呢真的是改变我们的人生非常多 就是除了生活上很多不方便之外 其实整个消费模式真的也转变了 好那就先这样子啦 谢谢你们今天来看这支非常轻松的闲聊影片 然后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祝我生日快乐 那先这样子拜拜